哈哈哈 今天在我身邊呢 是我的高中同學 高中同學 要來聊豬屋 那他就會是中間的潤滑技 放中的角色 是 哈囉哈囉 大家好 叫我浩子好了 浩子 董仔的高中同學 然後海莉呢其實我大概 七八年前我其實就已經看過她了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海莉其實 就跟她的名字一樣 是一個非常海派的 當然 有一天有一個胖子到我們家 然後就說她心情不好 她想要喝酒 她禮拜六 還是禮拜天要去吃喜酒 幹嘛 吃喜酒很正常啊 她說她還沒吃她就很傷腦筋 傷腦筋很久很久一件事情 我說你傷什麼腦筋呢 來我幫你看 就是啊 我想 唉唷 讓我虧口 我想約一個女生去啦 遲遲不敢下手 她就已經跟那個女生聊啊 看電影吃飯逛街 我覺得這就是很perfect的一個 約會形成 還去在人家上班 對 就交朋友 約會OK啊 我說你幹嘛不跟她告白 喜歡就上啊 就問啊 就像董仔一樣啊 現在試了再說啊 等一下 等一下 重點我們今天要幹嘛 啊剛剛那邊有什麼關係 重點就是要來聊豬屋啦 我享受這個 重點她就是這位 我熟說說的那個胖子 哈囉哈囉哈囉 我不會跟人說 來啦浩子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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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大家其實在 看我們這個行業的社會地位不會太高 這是事實就是 大家都會覺得就是 好像怎麼那麼輕鬆啊 講個兩句話 或在客戶看個房幹嘛之類的 就能成交拿佣金等等之類的這些東西 但其實 不管是租屋或買賣房屋都好 我覺得我們這個行業的被需要性其實很大 想大家都有在網路上看租屋的經驗 對 那你們自己自己仔細再看的時候其實會發現 要怎麼樣去看一間所謂真的是好的租屋 或是好的房子 它裡面會有很多存在的問題 因為我相信租屋主還是非常多 這是我一個很想問的問題 就是房仲自己在租房子的角度是什麼 其實我們跟一般消費者沒什麼差別 你有時候也不用特別去拆破它 因為屬屋的群質有到 就是你怎麼賺 其實只要是在合理範圍內都可以 重點是他幫你做了什麼 這個比較重要 我們說一般的瑞局是 我能多殺一千就是一千 對 我們那時候有個客戶他去租 他不管跟房東講什麼樣的價格 房東都接受 我們正常來說啦 租房子好了 大概能退個一到兩千塊錢 差不多在瑞局 對 那個房東到後面退了他六千塊 我覺得你講到這 我就讓我想到我們上一個房子 那個呢它也是漏水 然後它漏水之外 它還有一些壁癌 然後那個牆壁都會浮起來嘛 它有一個外推的陽台 外推的陽台呢 那個膠條都已經爛掉了 風水的膠條 我這邊打他一下 大家特別注意有外推的房子啊 它的漏水率會比一般的房子再高三倍 我去看了以後 我們其實很喜歡那個環境 缺點就是漏水 然後它本來也是開兩萬五 然後我就說 嗯 啊這個你們會處理嗎 他說 會 他們處理 我說OK 啊然後我就看到那個 下面那一排的那個膠 就是止水膠的那個那個 鼠力控 也爛掉了 是 笑了都可以 啊這你們會處理嗎 會他們都會 好必來會處理吧 會都會 嗯 我說房房太坦 那間你通通不用處理 我來 哈哈哈哈 兩萬 一個月 歐爆給 好 想一想我跟我老公 談一下 哈哈哈哈 好沒問題 你談看看 那個房子很多人看耶 嗯 我是第三個 對 下一個房 房客上來看 看一看一看 我就在外面等 大概十分鐘吧 嗯嗯 那個好了好了 我們決定了 我老公說可以 OK 我就打給他 對 簽約 他說那個我要先 我要直接嚼釘釘喔 因為海莉看房子很可愛 他很會介紹 來我們現在這邊進來 房子打開齁 很正方 然後我們現在右邊看到的是廚房 他都會這樣跟我講 我都會這樣跟他 他在忙嘛 對我在忙 他幫我看 就我幫他看吧 看看就是 右邊怎樣 左邊這個有一點瑕疵 這個我可以殺價 這個等一下 我可以殺價 潮濕有味道 味道影片拍不出來 我容給你看 喔啊 這樣子 真的就是殺了五千塊 就像你剛剛講那個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可是我就真的 我也自己幫他做 對 我就弄了 還是會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來幫我們看耶 還是會漏 各位 你剛剛真的講太對了 沒錯 只要是外推的東西 他絕對 你只要沒有從外面做 裡面沒做 就是漏 當然我們看 就是這樣看起來是有殺價 沒有錯 但事實上其實 我會希望就是把這個問題 留給房東或去做 甚至是就是叫專業的廠商來處理 互相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像我們上一個房東 是因為我覺得我們有互相到 他審視我OK 雖然我會看房子格局啊 對 看房子怎麼樣 我覺得那個就是大概就好了 那其實我最看的一個重點是跟 房東 房東的感覺 房東有點像是我們的 爸爸媽媽的那個角度 也可以這麼說啦 我覺得我以前沒有這樣看待他們 我現在才有這個感覺 喔 真的喔 這一個房東讓我有這個感覺 喔 這個姊姊 這個姊姊 姊姊 九三姊 趙送禮 過年趙送 疫情自動減價 採發啦 這種房東哪裡找 沒有了 沒有了 100分啊 房東姊姊 你不要興奮到出境好不好 你不要投節出境 因為我前幾個沒有這樣看的原因 是因為 我就覺得我繳錢給你 我是買的啊 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合情合理 啊我們又有簽約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是OK的 可是那時候我剛上來台北 遇到了一個狀況 我錢繳不出來 喔 其實會有 我繳不出房租了 因為我那時候一邊還錢 一邊給家裡錢 然後我就有跟房東說 寬限個一個月 我下個月就一起補給你這樣子 下個月到了 我補給他了 我沒錢了嘛 我錢更乾了 那時候夏天 電費單來了 管理費要繳了 在那個狀態下 我連一千塊都繳不出 可是我那時候不懂 我不懂得周轉的這個東西 我們太年輕了嘛 可以了解啦 面子嘛 對對對面子 比較不成熟的狀態 然後我就 沒繳兼費 沒繳水費 我發現我真的不行 我就說房東 你直接扣我一個月牙金 不可以 讓我緩和一下 因為牙二出一嘛 對 他扣了 我下個月 你還是繳不出來 房東說 啊 少年了 你這樣沒辦法 不行不行 我這個會上法院去告你喔 怎麼辦 跑 你跑去哪 你跑去哪 我真的跑 真的假 我就跑了 我就趕快整行李整一整 趕快找一個地方 幾千塊我先住 房東打電話我也沒接 所以到現在 到現在 我真的很對不起那個房東 哇 這是一個懺悔大會嗎 我真的很對不起他 他其實也沒有告我 告不了是不是 對 也不到告的地方 我第二個月嘛 就是我押二出一嘛 我扣一個月以後 下個月 第二個月的時候 你也沒住滿 我沒有住滿我就跑了 所以其實對他來說 他等於有正常收 因為他等於押金也沒退你 他就是扣掉的意思 因為押金的重點部分 本來就是在以防說租客的不穩定 或是不控移住之下 才會去說台灣正常都是 押二付一嘛 我自己做這行做八到九年 其實 他有的人會因為就是像 年輕的族群租 我們講OL 或是說上班族類似之類的 那他們可能會急著 要趕快找到房子的狀況下 那有些後面的細節 比如說 他會把你的合約都收回來 然後他會說他可能在後面 可能要幫你加付什麼 我幫你服務人機啊 或什麼之類上去 你就把他的兩份合約書 全部收回來 對 但是他後來還給你的合約書 是另外一份 是另外一份 因為你在忙你也不會去記得 你只看金額好像是對 或是門把碼是對 大方向都是對的 可怕的是 他在後面加付一些很奇怪的條文 是你不知道的 但他還給你的租認契約 等到發生問題的時候 你再翻出來看 才發覺 誒 我當初有寫這一條嗎 你忘了 因為你簽名了 對 你簽名了 你簽名的正本是交給他的 對 那個就是所謂的APA 另外一個他比較有名的就是 看A房住B房子 喔 這應該大家都會有遇到 就是網路上 你應該常常看到是 你打去問房東 或是誒這個房子好像不動 你想去看 結果到現場跟你說已經租掉了 喔 對 我已經租掉了 這間租掉了 但是我有一間更好的 或是我有一間比較便宜的 你要不要來看看 對對對 那很多人就是也一樣便宜行事 或是 想說欸好像也可以 也可以 反正都是這個房東的 應該也不會差在哪裡去 類似吧 但是你根本就不認識這個房東 你怎麼知道 其實我覺得最簡單很多東西就是 一定要去做公證員 喔公證員 喔有 我們公司就有 你知道我光公證員 我跑了 不知道 因為包括像疫情 然後房東願意撿租給我們 我就跑一次 因為疫情兩年嘛 我第二年 我就光這樣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其實那個蠻重要 我會建議還是要帶自己的爸媽 把我爸媽能到是最好的 為什麼因為你的爸媽 不可能害你 對啊經驗也比較豐富 不要覺得帶爸媽去是很丟臉的事情 錯 你要讓爸媽知道 放心你現在要住在這個房子 有的人可能從南部上來 沒錯 但是可能有親戚住在台北 沒錯 那我們就找 你信任的長輩 對 因為他們在簽住任期率的時候 絕對會比你仔細一百倍 嗯 他絕對會比你仔細一百倍 而且還會幫你問一些更深入的 甚至是你自己覺得很丟臉 不好意思問 比如說那個床墊啊 那個 想丟 他都會幫你問 我講說你能在台北市住房子 坦白說你的收入也不會低到 讓你付不起那個工作 對 大家都是想說我終神一點心 但是 但是有時候你省掉的是自己之後 不必要的麻煩 嗯 這個其實是很恐怖的 嗯 簡單講就是所有的租約的內文 都是要把這一支寫清楚 嗯 我問大家 好來你問 你們租房子 我們來接聽董仔的問題 看的重點是什麼 有的人是客廳 嗯 有的人是陽光嘛 嗯 那你看的重點是什麼 我 對啊 馬桶 能不能沖衛生紙 衛生紙本來就有分 可沖式 比如說面紙就是不能沖嘛 嗯 你又有衛生紙可以沖 他每次他在看的時候 我就會去按你的毛巾這樣 叉叉 嗯 巧不巧 小姐了 我都會看這個 你講啊你講那個最初 剛開始出這位 出房子你都看得到 我什麼都不看 只要能住就好了 這個這個是蠻典型的喔 其實一開始很多人進來就是 因為你來台北嘛 就是坦白說人生地不熟 就覺得 對 我覺得我 沒有啊有的人可能地點啊 上班捷運啊 這些有個不顧 地點當然會看啊 嗯 然後我就覺得欸便宜 我只要有一個地方睡覺就好 那就要是套房吧 才有廁所啊 有廁所啊 麻萃衰小 五臟俱全 但那個 臟真的是很臟 臟啊 洗手是這樣 然後你轉身洗澡 還要那個水管還是從那個洗手這樣 然後你就這樣 然後抹完就是這樣 抹完 突然沒有熱水 啊 啊 啊 衝到一半了 我也租過那種 五千塊的地下室 超恐怖的 超恐怖的 但是真的 東馬下涼 住地下室發生過最可怕的場案就是 跟你們講 我有一次在接了一檔戲嘛 他的一個很厲害的導演的戲 他的第一個準則就是 不准遲到 不准遲到 我住地下室啊 沒有訊號啊 我手機要放在 有訊號的樓梯口 而且我已經算好了 第幾間 有訊號 我算得很好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 我就放在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懷疑而已啦 我懷疑PT把它弄到樓梯下裡 你說撥掉 之類的 全世界打電話給我找不到人 直接衝來我家 而且是他的美術組老闆 然後打給房東 打給房東 房東敲門 敲門 以為發生什麼事 你還在睡啊 趕快走了 幹嘛 上班 你遲到了 你師父打給我 地下室就是收訓差 然後還有 因為我很care風水 對 收訓差啦 沒能量啦 越睡越累啊 對 真的 你沒有講欸 你在最一開始租 你care的是什麼 不會去省那個租金 去租比較去救自己的房子 所以要管理員 或是這些東西 這個對我來說 會比較重要 而且你要收信 還是收包裹什麼 也比較方便 通常租客這些 這些這種 水電類的 是不是就都是 房東要處理 對不對 理論上是這樣 電是不可能包的啦 使用者付費是正常的 對使用者付費 這是合情又合理啊 有的房東會好一點 是會含水啦 因為說實在水 是不沒多少錢啦 真的是沒多少錢 但是 有時候其實是互相信的東西啦 就像剛才海莉提到 其實有時候我們 也在擔心說 我們怎麼挑房東 房東也合上十一次在擔心 你要想一下 如果你自己手頭上有 兩三千萬四千萬的房子 你要出租給別人 難道你不擔心租客的品質 跟裝飽嗎 我覺得這個是 現在 我們這個年紀 好 會遇到 你的我們是只三十歲左右 三十歲左右 可能準備要成家立業了 成家立業了 三十多歲到四十歲的時候呢 已經會想要有一個自己的房子 你會覺得租房子好還是買房好 他其實沒有好或不好 好我們請看下一集 沒有 就是其實說真的 量力而為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講一句實在的話 因為有些人他很有錢 但是他請願一輩子租房子 像我們最近就有一個客戶 是剛賣掉的房子 像他手頭上的現金 他最高於五千萬 但是這個客戶已經六十九歲 他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那天幫他打了二十五六通電話 沒有一個房東要租房電話 完全沒有 哇為什麼 你今天放一塊給思考 如果你是房東 你租給一個獨居老 他已經六十九歲 因為生老病死 你完全不知道他會發生什麼事 這其實也一直是社會上對這種 中腦電人甚至租屋族的一種起始 可是他如果租那個一個月十萬了咧 那沒有用啊 如果他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那也不是那十萬不能回來 你不可能一直盯著他 你會房價幹嘛那種對不對 對 也不能說一直用道德房價 但是這是房東也必須要去做 那你這樣我突然想到 有一個耳聞 或就是說有的人 比如說他真的要跳龍 他說不要在這裡跳 他會害我的房價什麼什麼 我幫你某某印象 我有我有 那你房客會什麼 說真的 你說凶宅這種東西 說幾個比較難聽 也對不懂 房東他的風險性也在這裡 對 我怎麼知道房客看起來很好 但是他會做什麼事情 這沒有人可以控制啊 對 對 那 回到剛剛的話題 所以買或租 這沒有絕對 就是評估你自己 但是 我會建議一件事就是 因為現在的通膨非常嚴重 這是事實 茶葉蛋一塊錢 這多少錢 五塊錢 現在一塊要多少錢 十八塊 十八不是十五 十八塊 代表你的錢其實正在萎縮 你說那些人在買房地產 你倒不如說他在找地方放他的錢 因為你的錢 你一樣每個月在付房租這樣丟出去 當然很多人會說 你每個月繳的房租都可以繳房貸 我當然知道 我會知道 對啊 所以其實你說什麼 每個人都會希望有自己的房子 對 但是這個東西不是用希望跟想的 沒錯 這樣講講會太囂張了 沒事 你有想過自己年薪會百萬這件事情嗎 可是我從進這個行業的第一年開始 我年薪就破百萬 不是 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 你本來就是你想要得到什麼你就要去做什麼 是啊 就是一定的 做就對了 做就對了 我們講一個以前老師 叫你中午要睡覺 你是不是都不睡覺 對 睡不著 然後老師都會跟你嗆一句說 你以後長大了之後你就知道睡覺有多可貴 對 超懷念老師講的 我真的超懷念 我現在中午超級想睡覺 完全沒辦法睡覺 但是沒辦法 就是你自己選的路就是要把它做完 就好像公仔跟海底他們一樣 他們好像做youtuber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在鏡頭前面必須呈現給大家是這樣的 但實際上 就是私下的東西 不是大家可以想像的 每個行業都有他要付出的東西 對我覺得是 應該要想清楚是 你自己想要得到什麼 你就要先去付出什麼 其實也不用去抱怨現在的社會 警惕或是什麼 真的不用抱怨 一直抱怨高房這樣幹嘛 你就還是買不起啊 對 我覺得抱怨對我來說 是很消耗我能量的一件事 因為我不只要聽別人抱怨 我當然自己還有內心的抱怨要處理 讓自己知道自己現在正在做怎麼樣的選擇 是你想要的還是 你只是覺得做這件事情 你很有面子 嗯 還是你覺得這樣做了以後 你只是得到自己心裡的滿足 你不是在為了你的目標跟理想去打拼的話 那你就會累 然後你們就會自組成一個自智慧 抱怨自智慧 舒適圈 然後就跳不出那個舒適圈 錯都是別人的錯 永遠都不會去想說自己其實應該可以這樣 租屋 這件事情我來下個結論好不好 好不好 就是關於租屋這件事情呢 量力而為 甚至你付完這樣的房租 是你有辦法生活下去之外 你還可以再存一點錢的 對 一點點不管是一千兩千都好的 對 這種情況下 你就去租 我如果我只是要有一個睡覺的地方 那我就是隨便都可以 對 甚至住朋友家都沒有關係 喔 當宿友 我覺得還是要為租屋主講一下話 對 也要為房東講一下話 因為房東有房東來住 租屋主有租屋主有租屋主 而且 現在的法律架構 其實對租屋的房東房客 都有很好的一個 是滿完善的 是已經滿完善的 任何事情都不要放在對錯上面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更舒服更開心 這個世界更美好 真的 沒錯 今天就謝謝大家的收看 好不好 請繼續關注我們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加留言 覺得好看 她好笑 浩子 浩子好笑 有點胖 想要幫她追女友 想要找女友給她 請在底下留言介紹 謝謝浩子來我們的頻道 那就這樣囉 想要看什麼主題的話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們 想要跟我們講什麼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們喔 那就這樣子了 大家掰掰 5 4 3 2 欸對 就是下一集了 剛剛講完豬 我們現在要來講什麼 你要直接 你要直接聊喔